各位同学好 我们开始学习第九章 资产减值 先说考清分析 这一章阐述的是存货减值 金融资产减值 还有资产减值准则中规范的那些资产 以及资产组或者资产组合的减值 这一方面的确实和计量 分数应该可能在六分左右 属于比较重要的章节 近三年的主要考点 一个存货低价准备的计算 第二个存货的期末计量 第三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 第四应收款项减值测试 第五资产减值相关规定 第六至少应于每年年末 进行减值测试的资产 第七商与减值的会计处理 我们学习这一章应该要关注的问题 一个存货低价准备的计算 就是你各种情况存货低价准备的计算是要汇总 第二个是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 那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项内容 别管是属于第二类第三类还是第四类 每一类的减值处理都要清楚 第三商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和尚未达到预定用途的无形资产 要知道每年年度中了 必须对它进行减值测试 因为这几项资产不确定性太大 所以要必须每年年度中了 要减值测试 第四个资产组的概念积极确定 第五资产组减值的会计处理 第六的总部资产减值测试的步骤 最后商与减值的会计处理 这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 今年教材主要变化 一个将存货减值金融资产减值 移到这一章来了 所以这一章原来是资产减值准备的内容 现在除它之外还有别的 再有一个修改了部分文字表述 这个相对来说不重要 我们这一章一共是有四节内容 第一节资产减值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存货低价减备的确认和计量 第三节金融资产减值减备的确认和计量 第四节其他资产减值减备的确认和计量 一共有这么四节内容 我们先看第一节资产减值的基本概念 介绍基本概念 其实就大致说说什么是资产 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提减值 资产概念其实在第一章已经说了 我们再快速的看一下 谈到资产一定是过去交易事项形成 这是必须的 那对于资产来讲 一定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 对于资产来说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所以这是资产的特征吗 也就是它定义 那现在谈的就是 要是资产预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比它的账面价值低了 那你对它要提减值吗 这实际上就是资产减值 对于资产减值 涉及资产当然很多 我们资产减值准则 规范了大部分长期资产的减值 存货准则规范了存货的减值 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规范了 金融资产的减值 那当然你比如说 租赁与租赁减值相关 所得税与地盐所得税资产减值相关 那涉及很多 像建造合同 它规范了建造合同的一些减值 我们这一章并不是说涵盖所有资产的减值 是涉及的减值呢 就是资产减值准则规范的那些资产 那比如说 什么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商誉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按照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等等这样的一些资产 那像建造合同形成资产 地盐所得税资产 融资租赁中 出租人未担保余值也是一项资产 这些并不是在这一章来说的 了解一下这事 我们看第二节 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和计量 那在这一节里面 要介绍是三个大的问题 一个存货期末计量 及存货跌价准备计题原则 那第二个是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第三存货期末计量 和存货跌价准备计题 这么三个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存货期末计量 及存货跌价准备计题原则 对于存货 提不提减值和什么进行比较 是和可变现净值进行比较 所以期末是按照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输低 来进行计量 那对于存货的成本 就是说某一项存货 比如库存商品 期末余额有多少 或者说原材料 那你这个账户期末余额有多少 这叫成本 它是取得成本 之后考虑到后续计量 比如说先进先出法 或加权平均法等 要计算有发出 然后再看期末有多少结存 这叫成本 这可变现净值 能够变成现金的净值 后面会单独说这个事情 那当可变现净值比成本低了 就要提存货低价准备 那资产呢提减值 除地盐所的这资产 那剩下的呢 都寄到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当然属于一项损益 说一下这个事情 那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就是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能够变成现金净值 可变现净值啊 是指在日常活动中 存货的估计售价 说减去至完工估计时 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 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能够变成现金的净值啊 叫可变现净值 你比如说 咱就说这个金六福酒 说我这一瓶金六福酒 卖多少钱 估计售价 但是你要卖酒时 可能会涉及做广告 卖酒还有一些消费费 要交 那你得把它分摊过 这份扣掉 这最终能够变成现金净值 那才叫可变现净值 那广告有时费用也挺多的 可能有的同学听说过 米卢 又曾经带领中国男子足球队 冲出过亚洲走向世界 虽然到那块一个球没进 但也创造历史了 所以这时候 米卢跟金六福酒签订的广告 做广告 也是付了好多钱啊 那有一段时间 在长沙市到机场 每隔多远 就是米卢乐呵呵的呀 端着金六福酒 请米卢两座送广告 所以你要算那个酒 金六福酒可变现净值 在那时刻 你要考虑到广告费用 那当然我们有的存货 并不是直接对外卖的 需要进行加工之后 才能对外出售 那你算这个时刻的 可变现净值 是你卖掉存货的估计售价 还要把进一步 加工成本给扣除 我前面跟大家 谈到过这样的例子 再说一下吧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木材 现在算算能够变成 现金净值是多少 那你首先得看看 这个木材是干什么的 如果木材是直接出售的 这是好办 木材直接出售了 有估计售价 当然这个木材直接出售 是说按照什么算 多少吨 多少立方 你看什么木头 那有一些那个洋木啊 不值钱的东西 卖的时候可能 啊一个立方 一个立方都卖 那有的可能是按照吨来 你可知道好的一些木头 按照客算 都有 那就不管它按照什么了 那我直接出售的 有估计售价 然后减去出售时的销售税费 结束了 这就是这一批木材的 可变现净值 但如果说我们这一批木材 明确的是用于生产产品 比如说用它加工200张桌子 它不是直接卖的 那你说你如何决定木材 可变现净值 就得说 我加工200张桌子的 估计售价 然后要减去 现有的木材 加工成200张桌子的 进一步加工成本 那你加工成本里面 当然会有直接扔工的问题 会有按照一定方式 分配制造费用的问题 这叫加工成本吗 要把它给扣了 之后 我想卖200张桌子 你做广告会设计一些 销售费费呀 扣掉 那就这么个概念 所以有的 要扣进一步加工成本 你直接出售就不用扣了 接下来第一个 可变现净值的基本特征 大致了解一下 一个说确定存货 可变现净值的前提是 企业在进行日常活动 这是必须的 你不是日常活动的不算 我们存货要求的 就应该是日常活动 那第二 可变现净值 未存货的预计 未来净现金流入 或者净现金流量呗 而不是简单的等于 存货的售价 或者合同价 因为输了嘛 你预计未来现金流 那可能还会涉及到 我们有一些销售吹飞扣的问题 那你肯定要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说 不同存货可变现净值的构成不同 那是很自然的 如果说我们存货 那你直接对外出售 别管是商品还是材料 要是直接出售的 没有进一步加工成本的问题 你直接出售的估计售价 直接 然后就扣掉 相关税费就行了 那直接出售的 但刚刚也说过 一旦不是直接出售的 需要加工成产成品 才能对外出售的 那这就不一样了 它就会有进一步 加工成本的问题了 所以叫估计售价 减去进一步加工成本 减去把存货卖掉的 估计销售水费 我们再看第二个 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应考虑的因素 你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 考虑什么 以取得的 比如确凿证据为依据 这是肯定要考虑的 你不能说 今年利润挺高 我多提条减值 一百脑袋二百万 这不叫确凿证据 什么叫确凿证据 那比如说 我已经对这个存货 冒出卖跟客户 签订了不可撤销的协议 有协议价 那就确凿证据 以后又卖那么多 再有说 需要经过进一步加工 才能对外出售的 我以前有过加工成本的资料 正常的资料 那也算确凿证据 这叫确凿证据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依据 没有依据不行 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 这是第二个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比如材料损货 我持有的目的要是直接出售 或者是用于它生产产品 显然不一样 算可便静止不同 直接出售的 估计售价 再减去把存货 卖掉的销售税费 结束 用于生产产品的 那是你生产产品估计售价 然后要减去进一步加工成本 之后再要扣掉 把产品卖掉的估计销售税费 那下面还有一个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什么意思 我说说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一个企业 我以年度报告为例 年度的报告不可能说 到年度中疗马上批准报处 16年度采购报告 在16年12月31日 24年整 请大家马上上网 快报 那网络都会堵塞 不可能 一个企业 要结账 要编制财务报告 要请注册会计师做审计 然后董事会 或类似机构决定财务报告批准报处日 我们的上市公司采取的方式 你先预约 说我哪天批准报处 预约完了之后 假定说在3月31号批准报处 然后呢 基本再确定说 董事会什么时候开会 会不能开的太早 3月31号批准报处 你说我2月18号就开会 那不行 那有些信息透露 麻烦了 时间 离报处时间越长 那透露的概率越高 那不行 所以一般可能是提前两天左右 一天两天差不多这样 开董事会 那董事会呢 就是这一天决定财务报告上 什么时候批准报处 实际上上市公司 批准报处的时候先订 订完了董事会开会 开会说 我那天往出报 这么个事 我们说的是 日后事项 是年度的 报告年度4年1月1号 到财务报告批准报处日 那在这段期间 可能我们要对报告年度 报表上的一些数字 进行调整 这叫调整事项 那也可能呢 不调 但是在报告年度 报表付诸里面 要进行披露 重要的事项要进行说明 这叫非调整事项 如果是调整事项的话 一定说这件事情 在报告年度资产负债表示之前 已经存在的 日后要调的 才是调整事项 非调整事项说的是什么 说这件事情 资产负债表示之前 根本没有 日后发生情况的事项 叫非调整事项 重要的要进行披露 那我们现在说 存货可必先净值 怎么考虑日后事项的影响 那比如说 在16年底 说某一项存货 由于金融危机 我是假定啊 16年底没金融危机 这假定金融危机 这个存货的价格下降 但是呢 还不至于减值 但是等到17年 比如说 到3月了 金融危机加重 存货的这种价格下降幅度很大 肯定就减值了 但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决定 16年底存货 就要提底价准备 因为它有一个估计售价 根本就不行了 不行估计售价 就要考虑 所以这件事情是说 在资产负债表示之前 已经有这种减值迹象 当时不减值 日后事项期间 价格下降幅度大 有减值 你要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 这是说这件事情 那我们看第三个大的问题 存货期末计量 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题 首先是存货估计售价的确定 因为对于存货 计题提价准备 你别管是直接出售 还是生产成产品 对外出售的 都会有一个估计售价的问题 估计售价怎么定 有合同的 在合同数量范围之内的 要执行合同价 那合同价就是确凿证据 如果签合同了 我每一件卖100 我现在市场上 1-2 那你有合同来 合同来 如果说我们结存的存货 有一部分是超过了 合同的数量 那超过这一部分 按照一般市场价来处理 你就不能再执行合同价了 那后面会有例子 说明这件事情 没有合同的 按照一般市场价 这个一般市场价 一般是说你这个产品主要的 卖的地方的市场价 在考试时的 当然会直接给 我告诉没有合同的市场价值多少 那下面材料存货的期末计量 我们要知道材料 期末账面价值的确定 这个实际上来讲 在考试时呢 它是一项比较主要的内容 对于材料存货 如何决定它期末账面价值 我们首先是要看它的用途 不说了吧 现在要考虑用途 就是说材料到底是直接出售 还是用于生产产品之后 对外出售 那不一样 当材料要是直接出售的 那我们算它的可变线净值的时候 就是材料对外出售的估计售价 扣掉把材料卖掉的估计销售税费 就结束了 因为材料材料成本与可变线净值 熟悉计量 这个比较简单 直接出售 看用途吗 但下面说 要是材料用于生产产品 不是直接出售的 这就不一样了 这种情况先要判断 所生产的产品是否发生减值 如果说产品没有发生减值 那你材料按照成本计量 所生产产品没有减值 材料减值没有意义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案例 某一年啊 一家外企公司 美方控股 我一个同学当时在那做财务总监 他呢生产汽车配件 结果呢 当时是钢材价格下降 但是明确刚才是用于生产汽车配件 而汽车配件呢 他跟一些汽车厂早已经签合同了 汽车配件肯定是没有减值 但是呢 刚才的价格下降 正好感觉到他这一年的利润又相对比较多 我想大家这件事能理解 如果利润比较多了 为了减少下一年的压力 他可能呢 就说把今年利润调低一点 他想到怎么调低呢 我正好钢材价格下降 就对钢材提减值了 结果事务所去了 说你这个钢材不能提减值 原因是 钢材是用于生产汽车配件的 而汽车配件不减值 然后他感觉 也有道理 但是他想方设法的就是 今年利润降下来点 减少明年的一些压力 有这方面的考虑 他说那钢材已经都下降了 怎么就不让我提减值 我们最终 两人都聊聊聊 认识我 我就打电话 他就问我说 真的不能提减值吗 我说你感觉呢 他说我感觉他们说的也对 我说当然了 有这方面的规定 你要用于生产产品 产品没有发生减值 材料成成本计量 是啊 那最终没提位 因为他已经做的级别很高了 财务总监 你要级别做高的时候 已经都是自我实现的感觉了 可能有些细节呢 就不怎么关注了 那当然咱们 努力考过注作会计师 先把业务搞好了 一点一点往上送 你知道你职位做的越高 挣钱越多 为国家做的贡献越大 那这个没问题 应该都清楚 然后我们再往下 如果说 所生产的产品发生减值 那这个时刻 材料就要按照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 输低计量了 这个没问题啊 你产品都简直了 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低计量 此时我们在确定材料 可变现净值的时候 当然能够想到 不会再是用材料估计售价 为基础往下算了 因为已经说了 它是用于生产产品的 所以要用产品估计售价 然后呢就得减去 致完工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本身我们要算的是 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当然要把致完工估计 将要发生的成本给扣了 那你扣掉的销售税费 一定不是材料的 因为我们卖的是产品 因此要减去销售产品 估计的销售税费 所以你从材料这一块 账面价值确定 再想一想前面 不同情况下 存货可变现净值 确定的方式不同 自然的目的销 有的是直接出售的 有的是需要加工的 当然不一样 我们看16年考试的 一个单选题 甲公司15年末 持有以原材料100件 成本每件5.3万 每件以原材料 可加工为一件饼产品 加工过程中 中须发生的费用为每件0.8万 销售过程中估计将发生 运输费用为每件0.2万 15年12月31日 以原材料的市场价格为每件5.1万 并产品的市场价格每件是6万 以原材料以前期间 未计题提价准备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15年末 对以原材料应计题的存货 叠价准备是多少 我们看到这样的题目之后 先要进行明确 材料要算计题叠价准备 先要看材料的用途 是直接出售 还是加工成产品 对外出售的 不一样 我们会看到 这里说每件以原材料 可加工为一件产品 它是用于生产产品的 那既然生产产品的 我们下面就要判断 所生产的产品减值没减值 如果所生产的产品没有减值 那选A为0 产品要是减值了 那你要算算材料的可别性净值 当然说过 计算时是以产品的估计售价 要减去进一步加工成本 减去把产品卖掉的估计销售费来进行计算的 所以 什么这块给的以原材料市场价格每件多少钱 没关系 那下面我们看 产品的成本是多少 那应该是材料成本 加上进一步加工成本 那是属于它的成本 材料成本 每件是5.3 进一步加工成本 每件0.8 加起来应该构成产品成本 那我们再看一看产品的可变现净值 那应该说 产品的估计售价 并产品 每件是6 把产品卖掉估计销售费把它扣了 那0.2 这可变现净值 然后比呗 如果说可变现净值比成本低了 减值了 产品减值 材料要提提加准备 当然用产品估计售价 要减去进一步加工成本 减去把产品卖掉的估计销售费来计算 这是思路 所以这里面每件饼产品的可变现净值 饼产品卖掉估计售价6 卖掉饼产品的估计销售费0.2 5.8 而每件饼产品的成本 材料成本5.3 进一步加工成本每一件0.8 一共6.1 比呗 5.8比6.1少了 这就说材料生产产品发生减值 我们考试时有时说材料生产产品 有时说配件生产产品 没关系 你把配件当成这里面材料就完了 那下面 我们算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说是产品估计售价 我们要减去 进一步加工成本0.8 要减去 把产品卖掉的估计销售费0.2 等于5万 而给定的每件以材料成本5.3 所以我们看材料应该提到多少低价准备 每一件要提的是5.3-5 0.3 100件 因为这里说 期末持有以材料100件 乘100呗 30万 选项地正确 你像这种单选题两分 绝对是不能丢的 你真的 这个这种类型题学不好丢分了 那晚上得做噩梦了 我们再看下面第三问题 计题存货跌价准备的方法 就怎么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我们存货跌价准备的可以单个项目计题 那你说 以后电商化了是不是都可以单项 当然了 你是信息化是信息化 一些指令还得人给 你不要认为说 它计算快 但现在我们智能还没有那么高 所以按照类别进行计题的 就在信息化时代目前还是存在的 我们一般什么情况 如果说这项存货 单位的价值比较高的 就说整个价值比较高 你可以是按单项计题 如果说数量比较多 单位价值并不高的 那我们可以按照类别来进行计题 知道一下这设计就行 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段内容 就说我们期末结存的存货 数量已经超过合同数量了 在前面也说过 那你计题提价准备时 合同数量这一部分的估计售价 应该执行合同价 而超过合同数量部分 那就不能是合同价了 要用一般市场价 那这一块应该分别的来进行确定才可以 不要说把整个的存货 你先算算成本 再算算可变现净值 总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比较去 是一部分一部分来 有合同的 那有合同部分 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例 算账面价值 没有合同的也是如此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输例计算 我们看下面的单选题 B公司期末 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逐例法计量 16年9月26日 B公司与M公司签订销售合同 由B公司于17年3月6日 向M公司销售笔记本电脑1000台 销售价格每台1.2万 16年12月31日 B公司库存笔记本电脑1200台 单位成本每台是1万 账面成本为1200万 16年12月31日 市场销售价格每台0.95万 预计销售税费都是每台0.05 16年12月31日 笔记本电脑应计题的 存货低价准备金额是多少 我们会看到呢 这里面说 一共结存的是172 但是我们这里 1200呢 这里说 有合同的是1000 这不签订合同的数量吗 这是1000 那这200是没合同的 有200 所以在计算的时候 你要分成算 有合同部分 来确定它的估计售价值 你要用合同价 合同价值1.2 没有合同这一部分 销售价格应该是一般市场价 0.95 不一样 所以 看一下 销售合同约定数量是1000 这是合同数量范围之内的 那这部分可必须净值 1000乘以1.2 合同价是1.2 每台 然后减去1000 卖掉的销售税费 每一台都0.05 等于1150 成本呢 当然1000乘以1 等于1000万 所以这一部分 没有发生减值 因为 可变现净值高了 高了就不减值 超过合同部分的 可变现净值 超过部分是200台 每台是0.95 因为要用一般市场价 来进行计算 我们再减去 200乘以0.05 同样卖掉部分的 销售税费 这等于180 而这一部分的成本 每一台都是1 200乘以1等于200 所以180跟200去比 发生减值了 这个是20 就这么个处理的过程 必须是分着算 不要合在一起 你合在一起看一看 那1000台的可变现净值 1150 200台的可变现净值 180 来个1330 那成本的每台 是11200台 一加 好像没有减值的事 那不是 一定分着来 这种做法 在一定的程度上 体现的会更谨慎一些 第四个问题 存货低价准备 转回的处理 存货低价准备 转回是说 既提存货低价准备 如果期末存货还有 而存货的价格上升了 我们把原来提的准备 可能往回转 既提低价准备时 借方资产减制损失 代方代存货 的价准备 那你转回的时候 做相反的分路 就应该是 借记存货低价准备 代方代资产减制损失 这是转回 但是转回时 我们知道 肯定使利润会多了 代资产减制损失吗 提醒大家注意 我们要是谈到转回 或者冲回 这个没有什么差别了 这俩词都可以用 一定是期末存货有 你才能说转回 或者冲回 我们前面曾经谈到一个词 叫截转 一会还要说 截转不是 截转是已经提提 几价准备存货 把存货给卖了 期末没了 然后你把原来提的 几价准备进行截转 那不一样 我们要确定 本期提多少 低价准备 或者说 要冲回 多少低价准备 可以怎么去考虑 是这样 当存货 低价准备 就是存货 可必限净制 要是小于存货成本了 那你存货 低价准备 代方余额是多少 那就说 代方余额反映的是什么 一定就可变现净值 比存货成本低的数 比如说 存货的成本 要是100万 可变现净值是80万 那存货 低价准备 代方余额是20万 您最重要 可变现净值计量了 可变现净值低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确定了 说我本期 到底计提多少 或者充为多少 比如说 16年底 存货成本100 可变现净值80 那我们知道 16年底 存货低价准备 代方是20 20定完了 如果说原来代方有18 我再提低价准备2万 原来代方有21 那我冲归低价准备1万 那就这么做 也不难 我看一下教材上的例二 20号新年12月31日 假公司W7型集气的 账面成本500万 但由于W7型集气的 市场价格下跌 预计可变现净值为400万 由此既提存货 低价准备100 那不是吗 因为你可变现净值400 原来的成本是500 提完了 存货低价准备 代方就100 代方余额100 本期提100 假定第一个 20号8年6月30 W7型集气的账面成本 还是500 但由于W7型集气市场 价格有所上升 现在可变现净值 变成475了 那你说20号8年底 要变成475的话 存货低价准备的 代方余额是多少 500去比呗 代方余额一定是25 那你原来的代方余额是100 原来代方余额100 我们要调整到代方25 肯定充回75 这有什么关系 没问题 再看第二个 20号8年12月31日 W7型集气的账面成本 还是500 由于W7型集气的市场价格 进一步上升 预计W7型集气的可变净值555 一旦要是可变现净值 比存货的成本都高了 我们应该按照成本计量 因为说的是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输低计量 如果你按照成本来进行计量 存货低价准备 代方没有余额 由于在此之前 代方有过25 我们把它冲掉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刚才谈到的 存货低价准备 代方余额所反映的 就应该是存货 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差 没问题 那本期记得多少 恢复多少 看到在此之前 有多少余额就行了 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 在2058年底时 因为存货低价准备 代方余额要求的是25万 而原来的是有100 你可以画一个图呗 比如说存货低价准备 存货低价准备 原来代方有100 然后我们现在说要求 在代方的只有25万了 那你肯定是怎么样 肯定是75吗 这不是这笔分析吗 借房借起存货低价准备 代方代资产解释损失 一定是这样 然后呢 2058年底的时候 存货低价准备 不能有余额了 存货低价准备 不可能出现借房余额 由于前面的代方 有这个25 这是2058年6月底 我们把它给冲了 借房存货低价准备 25万代资产解释损失25万 如果2058年底 他要说 可变现净值 不是555 可变现净值要490 490的意味着 存货低价准备 代方有10 有10呢 原来是25 那你接来就再冲呗 再冲15 应该都没有问题 并不复杂 我们看第五个问题 存货低价准备的截转 其实这个问题 在存货的一章都谈到过 存货低价准备的截转是 已经提低价准备的存货卖掉了 那把原来的存货低价准备 得冲了 那我们截转的时候 借房存货低价准备 带房主营业务成本 或者其他业务成本 因为我们知道 你要是把产品卖掉了 截转以后商品成本时 借主营业务成本 带库存商品 这样的存货低价准备 接转借存货低价准备 带主营业务成本 要是卖材料 借其他业务成本 带原材料 存货低价准备截转时 借存货低价准备 带房带进其他业务成本 这个跟前面谈到冲回不同 谈到冲回 一定是期末存货有 你才叫冲回 我们截转不同 截转是没存货了 卖掉了 才做这样的处理 对于非货民自然 交换债务充足转出的 那也是一样 按照那个准则处理 其实也是认为 是卖掉这种方式去处理的 我们看下面这个题目 贾公司 16年12月31日 A库存商品的 账面余额是220万 以计题存货底价准备 30万 17年1月20号 贾公司将上述商品 全部对外出售 售价200万 增值税 消账罪额34万 收到款项存储银行 那17年1月20号 贾公司出售 对于商品影响利润总额的数目 我们要说影响利润总额的 应该售价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那谈到存货账面价值时 很自然的应该是 余额要扣掉题的准备 所以我们看要做会计分路的话 就是了解一下 截转那种情况的分路 200万的确认收入 实际收到款项234 我们有借记银行 送款234 贷主营业务收入是200 增值税的消项税额 那是34 然后当时220万的成本 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贷公司商品 由于在此之前提了 提价准备30万 30万我们把它给截转 充主营业务成本 借存货低价准备30 代主营业务成本30 所以影响的数额呢 就应该是售价200万 账面价值当然是220的 账面余额 减据原来提的 低价准备30万 应该是190 影响利润公司应该是10万 这是他的处理过程 我们这节课谈的是 存货低价准备 那应该要知道 可变现净值确定时 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这是要知道 然后呢 可变现净值在确定时的 估计售价 有合同拿着合同来 超过合同部分一般市场价 没有合同的一般市场价 然后要清楚材料 账面价值的确定 卖的跟不卖的不一样 如果卖掉了 那就是材料估计售价 简直把材料卖掉的 估计销售垂配 如果说用于生产产品 才能对外出售的 我们要进一步判断 产品减值没减值 产品没有发生减值 材料不减值 或者配件也不减值 对于呢 生产产品发生减值 对于材料 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熟悉计量 不过这个时刻 算材料的可变现净值时 一定是产品估计售价 减去进一步加工成本 减去把产品卖掉的 估计销售水费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再有呢 就说如果是期末结算存货 签订合同了 那你要分 在合同数量范围之内部分 和超过合同数量部分 分别的确定 它的可变现净值 那在合同数量范围之内部分的 价格估计售价 肯定是合同价 超过部分的一般市场价 那这一点呢 我们要掌握 然后最后呢 要知道存货的价准备的计题 冲回 以及截转的会计处理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